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都是在工厂 什么里面打工都是这样的 什么圈叫化啊 机场都是这样的了 我也是其中一个人 但是你们看不到我 我的女儿 请我的女儿站起来 现在怎么大了 二十来岁了 真的是您进去医院 医生都没有 很荣幸 我有我的女儿 因为生了她之后 我的朋友经常跟我说 七月很好的 身体很好 什么都好 当时的就是因为比较穷一点嘛 就是吃一些什么毛烟啊 比较脏的烟窝 就是碎烟 但是总比没有吃得好 就结了的话 我的女儿就吃了两年的烟窝 就是她一挂挂下地的时候 我就给她吃一个 用烟窝水开来 可能很少人就结案出 但是我就是结案出 因为当时就是听 周边的朋友说 烟窝很好的 你给你的孩子吃吧 当时她吃的时候 她的烟窝水开来 我就吃她的烟窝 因为她还小嘛 就不能吞着烟窝 我就去的 去烟窝的炸 她就去整个水用来开来 就到现在为止都身体非常好 因为一张照片就是 我六年之后就生了我的孩子了 变成是我的妈妈 孩子就是也跟她一样 就是刚刚下来的时候就是吃烟窝 但是吃了烟窝很短 应该是几个月 因为都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也感受不了 女儿有什么特别 就是吃了几个月就没有再给她吃 但是没有想到 两个孩子都大了 对比下来之后 就是 现在孩子都已经19岁了 女儿都20来岁了 孩子身体都有一点点毛病 就是怎么毛病呢 就是皮肤很痒 肌肠很痒的 有一起进入医院留意的机会 两个孩子呢 如果女儿发烧感麻 基本上她三天都自己身体可以调理 很好 但是孩子可能有十天时间比较长一点 皮肤也经常很痒 很麻烦 就因为几样呢 我就经常注意 为什么有一些人身体可以怎么健康 还有就是皮肤怎么摆 头脑非常灵活 就是我其中有一个马来西亚这个拍档 直团的90来的 过目不晚 就是很厉害的 我都没有想到当时有解读人 当时真的有解读人 桌上这个也是只有一半 另外一个很厉害的站牌 但是她已经很强的了 这个照片就是 我有另外一个邻居 就是住在我那边上的 有一天我在跟她聊天 我就说 为什么你身体好像挺好的 为什么92岁还走路的时候 不用拉几个拐掌的呢 她就跟我聊了一聊天的时候 我就才知道原来她气烟窝 有一段时间是年数十年 年数十年气烟窝也有听过 我就问她 哇 你真的是挺有钱 可以年数十年天念气烟窝 她就说 不是 只是我在台国里面打工的时候 是我的餐期打工的 跟餐期打工 她的餐期就说 经常走路里面 卖不完的燕窝 就要她吃 不吃就骂 所以她就没办法 天天气烟窝 去了十年 到现在她活得 比其他同名的老人家都很好 没有什么三高 没有什么拉拐掌 脚腿也不痛 所以我就感觉到 燕窝的功效真的很好 我现在看一下 能不能可以把她 跟她访问这边 这段话可以放给你们看 你现在说了 你鹹就行 甜就行 你不要燉那麼久 燉得太久就淋掉了 這些燕窩 隨便買中電窩 吃一份 坐著看 雙電 燉很少時間就可以了 那你通常一盞燕窩 吃兩餐嗎 你一隻燕窩不夠的 你最少都兩隻燕窩 一餐吃兩隻燕窩 一隻燕窩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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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你先淋掉它 淋掉它差不多 有些骯髒的東西你就淋掉它出來 那你那時候就差不多慢慢吃兩隻了 是啊 兩隻 你省的就是一隻 我問他魚豬 他要回我魚豬 他從來沒有什麼 你說什麼 從來沒有這樣的 對得非常之好 所以我們感覺得燕窩的好處 就是在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時候 已經發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幾張呢 就是他 二十八歲的照片 當時是他的孩子 六十多歲的孩子 就帶他過來 給我跟他做訪問 他的孩子就在他自己的包裡 不是他在老人家的包裡 在他孩子的包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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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出來幾張照片 他說 這個是不是你十八歲的照片 哪裡 二十八 你都不知道我還知道 他一句話就跟他的孩子 怎樣說話 所以他的幾率也是非常的強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在香港去早餐的時候 每一周就是吃一頓 或者是冷頓這個早餐 這個女士也是去燕窩 因為她住在印尼這一邊 就是去印尼很多房子 都是有一些燕窩在邊上 他們都是把他摘下來 這樣吃 所以他的幾率 就比其他的服務員的幾率都好 我就感到很奇怪 為什麼你每個人都記不到 我吃什麼東西 但因為我不是天天去的 我就是一周才去一天到兩天 但是只有他一個人 可以記得我吃什麼東西 所以我也感覺到 他燕窩對他也是很有好處 還有你看他的皮膚 非常非常漂亮的 吃燕窩怎麼樣吃呢 就是好像剛才這個老太太說 怎樣吃 大口大口的吃 其間照片都是一些 燕窩的見證 就是皮膚 在一個月之前 或者是之後 一個月之後 把它收服得很好 兩回事 燕窩 誰可以吃的都是 男人 男士又吃 美女又吃 孫媽媽又吃 孩子更加又吃 我們的燕窩是來自天年的海島上 燕窩 現在我們只賣 就是一盞 一盞的燕窩 但是碎的燕窩 我們就沒有賣 還有就是 解樣的燕窩 你們就不要吃 可能不是燕窩 是很碎很碎的燕窩來的 我們就不賣這個 這個是我們在馬來西亞欠的 這個合約 這些才是真正的 動燕 動燕就是這樣 也是有人叫 這個叫學燕 學燕不是紅色的 紅色的燕窩 你們千萬不要吃 因為這麼長的燕窩 不會是紅色的 怎麼恐怖的 有一張交代給你們先看一下 就是解樣紅色的話 其實不是學燕 是人工做燕窩 不要吃 就是解嗎 就是解 但是今天時間不多 所以不可以跟你們分享太多 但是如果你們有什麼提問的話 你可以問一下 請問 我之前有推薦給朋友 但是有一些朋友會怕 他說吃燕窩會不會有激素 燕窩只是一種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燕子是吃天然的東西 如果你的燕子是住在喜區 或者是工廠周邊的話 我不敢擔保 但是我的燕窩是住在海島裡邊 還有就是 已經很多分析就是說 燕窩只有它特定的燕窩酸 所以對抵抗力很好 膀帶很好 皮膚就是結三種 其他的什麼沒有 沒有說什麼技術 什麼數據也沒有分析出來 還有就是燕窩是幾千年前 一起吃下來的東西 都不是現在結幾兩三年才吃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 吃東西要記得 相信的是 內死是最重要 幾千年以內 都已經很多人吃燕窩 一直到現在的 然後如果 要找禮買燕窩的話 你要去香港找禮買嗎 不用的 我們中國馬來西亞香港 都有貨可以供應 我們在 如果你在大陸馬的話 在大陸可以交貨給你 我們都是完全在大陸裡面交貨的 好 那請問一下 那海燕跟山燕的那個 流血表情 海燕就是海島 邊上 邊幾個吃什麼 都比較天然一點 山上的燕窩應該也可以也不錯 但是 現在 最近就是什麼 印第泰國 他們都有一些山火火山 比較多一點 就是自然的災害比較多 但是海島的燕窩就比較乾淨一點 還有我們的 就是有自己的山產的基地 工廠這樣 比較有保障 所以我經常鼓勵客人吃東西 要吃源頭 也是我們的口號 因為我聽說呢 像海燕 它是不是 它會不會吃小魚之類的東西 就是一個吃素的 一個吃用的 燕窩 我們只是給它一個房 它要不要在你的家裡面住 我們不能綁住它 它要吃什麼東西 是它自己喜歡的 我們沒可能把一次吸掉 吸掉給它們養 養不起來 因為很多人都是 投資了一個燕窩房 就是好像我 投資了幾個燕窩房 它不一定是在你的房間裡面住的 因為它可能不適合我 我就不在這裡住 就等於吃東西一樣 它可能覺得東西髒的話 它不會吃你的 很自然 天然的東西 謝謝 謝謝 MARK